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网友观天下 今天跟朋友们聊一聊 拜登政府是否会推翻特朗普 所达成的中美第一阶段协议 中美经济对话是否会恢复 在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呢 就河南郑州所发生的暴雨灾害 说两句话 在河南郑州以及其他许多的地方 最近几天降了大暴雨 郑州据报道短时间的降雨量 已经达到了千年一遇的级别 造成了重大的灾难 郑州已经进入了自然灾害 一级战备状态 内有外患 是正向伟大民族复兴迈进的 中国人民的考验 相信大家一定能够团结一心 展示中国人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 争取早日战胜疫情 就有关中美经贸协议相关的问题 我接受了香港总统社记者 阴田禁止的采访 下面把他提出的问题 我有关的回答跟大家分享一下 记者之所以采访我 主要是美国的媒体 有几个方面的报道 第一个是美国的财政部长 耶伦7月16日接受 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 对中国征收关税的方式 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 在某些情况下 我们所做的伤害了美国消费者 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实际上并没有从许多方面 解决我们与中国之间存在的根本问题 美国的财政部长耶伦 指的是2020年初 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达成的 第一阶段的经贸协议 由于对中国加征的关税仍然存在 对美国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特别是美国的生产商消费者 怨气很大 另外一篇报道呢 是美国重要的财经新闻社 彭博社18日报道 报道指出 这是拜登政府首次发表明确声明 详述其对于中美贸易协议 未来前景的想法 拜登政府需要决定 是否要保留或取消 第一阶段的协议 或制定新的协议 与期待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报道分析指出 由于没有迹象表明 拜登政府将于何时完成 对其对华政策的审议 不清楚中美贸易协议的 未来能否在2021年得到解决 一方面 拜登政府注意到 美国的生产商和消费者 对于美国继续加征 对中国进口商品的关税十分不满 增加了美国的负担 另外一方面呢 拜登政府在是否恢复 与中国的经济对话 经贸谈判方面又非常的犹豫 美国方面由国家安全派战略派 所主导的对发的思想 占据了上风 记者问 耶伦的表态是否意味着 美国正在审视中美达成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我的看法是这样的 应该说拜登政府一直在评估审议 美国整个的对华政策 当然包括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特朗普对中国打贸易战时 增加了关税 拜登一直在对中美所谓的 第一阶段贸易协议 进行利弊的权衡 一方面 美国工商界 消费者迫切希望 能够取消加征的关税 至少是部分的关税 另一方面呢 如果这么做 就有可能给共和党 特朗普政府的一些 前官员留下口实 说是对中国软弱 出卖美国的利益 这个方面 我想拜登呢 在犹豫当中 特朗普政府认为 达成的两年的 中美贸易协议 是美国通过采取 施加关税的办法 才迫使中国这样做的 对美国是十分有利的 但民主党 总的来说 是反对这样一味的 增加关税的 因为这损害了美国的利益 也没有解决 中美经贸关系当中 存在的所谓实质性的问题 即中国市场开放的问题 以及中国产业政策 对美国的产业和企业 造成的影响的问题 耶伦呢 属于温和派 财政部长的位置 也应是推动中美双方 之间进行更好的交流 以及基于 共同利益上的合作 主管美国经济的耶伦 应该是看到了 美国经济的恢复 当前需要中国的助力 不过现在看来 政府内部那些 主张与中国竞争的战略派 可能还是占据 压倒性的上风 因此 耶伦的意见 也要重属于 中国战略竞争的需要 因此 他的看法代表了 美国部分工商界的利益 但同时 也必须要与战略派 与国家安全派妥协 中国目前不可能 在拜登政府高压下让步 记者问 美国国会 是否会支持取消这项协议 还是会制定新的协议 我的看法是 从政治的角度看 民主党的确需要 与中国达成一项新的协议 这份协议 需要与特朗普时期的协议 有所区别 并且看起来 对民主党中期选举更有利 要达成这一点 美国方面必须要尽快开启 与中国的对话和谈判 但是美国目前 国内发誓 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的强硬声音 非常强 他们主张对中国 采取强硬的措施 在当前的气氛下 共和党和民主党 两党形成了一个 对华强硬的共识 正在推动非常强硬的 同中国进行全面竞争的 创新与竞争法案 而在另外一个方面 在美国的高压气氛下 中美之间要开展真正的对话 美国借此迫使 中国做出特别大的让步 也是非常困难的 另外拜登推出的政策 对经济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 让美国经济有所恢复 但是其通货膨胀率 也上升的很快 达到了过去30年的高点 相对来说 中国的经济要强于美国 美国当前 在经济贸易方面 更有求于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方面不急于 跟美国达成协议 如果没有中国 在重大市场开放 产业政策调整等方面的让步 美国方面也不可能接受 完全取消关税 这就使得美国当前 目前处于一个非常困难的境地 这都是美国自己一手造成的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 会雷电交加 记者问到 前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 副代表周小明 上周五发表评论 认为中美贸易关系 虽然是目前相对平静 但似乎不能预示着 美好的时光将到来 预料将出现的是 雷雨交加的日子 是这样吗 我认为的确会是雷电交加 从目前情况看 中美大的竞争格局已经形成 美国两党形成了一致 对中国强硬的看法 右派 极右派 甚至要把对华强硬的政策 推到极致 要与中国逐步全面脱钩 在国际上围堵 中国 凡是中国影响力增长的地方 中美经贸关系扩大的地方 都要加以围堵 在这种大的战略竞争开始的情况下 必然会影响到中美经贸关系 因此 中美经贸关系的未来 肯定是不会顺利的 会有更多的争吵 激烈的谈判 说能够达成的妥协和让步 可能是比较有限的 因为实质性的相互妥协 是需要相互让步 而且需要彼此之间 有大的战略信任 但目前 中美之间恰恰缺少这一块 这使得未来的经贸关系谈判 变得非常的艰难 当然也不排除在一些小的问题上 会达成一定的妥协和合作 关键要看 美国国内政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尤其是在美国明年的中期选举之后 中美恢复高层对话非常重要 关键是要重建政治互信 记者问 此前彭博社还援引知情人士披露 拜登政府无意重启 中断多年的中美经济对话 这表明拜登对中国的立场 正在日趋强硬 但是从耶伦最新的表态来看 所谓的无意 是不是表示美国还没有做好 与中国开启经济对话的准备 我认为 背负中美经济对话 当然是中国所希望的 通过对话来确认分歧 并找到解决分歧的办法 毕竟中美有很多共同的利益 尤其是在经贸领域 双方完全可以合作 但目前看来 中美之间确确实实非常困难 主要还是在于战略战争关系 以及美国国内复杂的政治格局 拜登政府处于政治上的弱势 包括拜登在内的民族党领导人 与执政团队更多考虑的是 国内选举的需要 特别是面临明年的中期选举 和2024年总统大选的挑战 所以中美经济对话的恢复 比较困难 即使恢复 拜登政府在内外的压力之下 也可能会设定条件 让中国做出重大让步 而中国没有收获 仅仅是让步 对中国来说也很难接受 因此中美高层领导人之间 需要有一个畅通的对话渠道 有相互信任 但显然当前的美国 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拜登政府本身 应该也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地位 来推动恢复中美经济对话 我是王勇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网勇观天下 咱们下期再会